OK,接着我们来到了第190页 范例5-9 OK,我们想决定这个电路 下面这个电路AB之间的 戴维林等效电阻值是多少?AB之间 这个电路上面的特色就是 中间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2VX VX等于这一个1kΩ 1000Ω电阻器上面的电压值 OK,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想办法用刚才我们之前 所学到的线性定律 我们在AB之间加上了一个 1伏特的假设的一个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先去求它的电流I0 如果电流求出来的话 那么它的戴维林等效电阻就是 1伏特除上电流I0 就是I0分之1的意思呢 那我们就求出来了 好,在做之前我们现在看一下 假如这是1伏特在这里的话 那么V1这一点的电压 OK 加上这点电压加上VX就会等于1 因为这时候1在这里也是在这一点 这个节点,等一下我们会用得到 我们请看到下一页 OK,那在这个电路之中呢 我们看一下呢 首先的,我们看这V1这个节点 OK,有三段 一段,两段,三段 进入到这个节点的所有电流和等于0 这意思就是V1除上1K 就是这一段 第一个 V1减掉2VX 为什么呢? 因为V1减掉2VX就是这一点电压 就除以2K,就是这段电流 再加上V1减掉1 就是这一点 刚才前面老师提到的 这一点电压是1伏特了 那除了就是这一个上面的电流 三个电流和加起来等于0 VX呢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V1加上V1等于1 所以VX可以用E1带进去 那么一段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减得出来了 VX呢 就可以减得出来 这里面V1用VX带出来 VX就会减出来等于7分之3伏 OK VX之后呢 马上VX这个地方是7分之3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电流了 OK 首先呢 I1 I1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上面这一段的 那这一段是7分之3除上1K 就7分之3mA 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是E嘛 第二个I2是什么意思呢? I2是这个E减掉2VX的 除上1K嘛 那么VX引致到7分之3 2V2的VX有7分之6 1减7分之6就7分之1 所以I2是7分之1 I3是E 这个E伏特 除上2K是0.5mA 好 那么I0这个地方的电源电流多大呢? 就是I1加I2加I3 刚好是14分之15mA 那么好了 那么它的戴维林等效电阻就是1除以15分之14 刚好就是 14分之15,sorry 因为刚好就返回来 就是15分之14KΩ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求出来的 就是原来的这一段段子 包括这等效电阻的这个呢? 戴维林等效电阻就是15分之14KΩ 好 我们紧接的看到了191页的范例石 OK 范例石里面呢 在这个电路上面呢 我们要求呢 AB这两端所看到的戴维林等效电阻 OK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 AB之间所看到戴维林等效电阻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呢 我们在这里呢 假设我把它这一边呢 加上了一个虚拟的一个mA的电流源 在AB端上面 OK 在AB端上面 然后呢 我们去求这一点的电压 OK 有了电压 有了电流 那我们就很知道了 这一大段 包括这个2K 这一大段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好 因此呢 假设有一个mA流进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大个地方呢 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OK 那么首先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知道 对于超级节点的这一点来看的话 V1-2000IX 除上2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再加上V1 除上1K 就是这个的电流 就是这个除上1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再加上V1-V2 除以3K 就是这一段电流 所以刚刚老师讲错了 应该是讲到V1这一点的节点上面 三段电流和等于0 在这里 好 那对于V2这个节点的话 V2这个节点的话 那我们也有三段电流 第一个V2-V1除以3K 第二个V2除以2K OK 再减掉一个mA 或等于一个mA 等号的右左边 好 两个式子 V2 那解出来V2等于7分之10伏特 OK V2等于7分之10伏特的话 那么 既然7分之10伏特的话 有一个mA流进去 那产生7分之10伏特的话 那7分之10除上5的电流 一乘式的-3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代为0等效电阻 RTH就是7分之10K Ohm 好 这也很不太难理解 好 紧接着我们看到191页到192页的 这一个 求它电路里面的V0值 就要求这边的V0值是多少 好 V0值这边呢 我们用这时候呢 我们用代为0等效电路的方式 我们从这边先一刀切 OK A点切掉 B点切掉 然后呢 去看等于看呢 在这两点我们叫的 定义为它的开路电压 VOC 那open circuit里面呢 我们可以刚刚才老师看到的 应该是这一个算是超级节点 在这里吧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这个 现在的电压 这个A点这点的电压 不再 现在就我们用VOC来定义 为A点的电压了 OK 那么这个电压呢 加12V 加12V就是这一点的电压 这个电压 因为这阵,这副端朝自己呢 这个是串联电压,代表这一点的电压比它来得高 Voc加12伏,就是这一点的电压 减掉2000IX'除以1K,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加上Voc除加12,就是这一点的电压 这一点除上2K,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再加上Voc本身除上2K,这三段电流和加起来等于0 其中呢,IX'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这一段,叫Voc除上2K,这一个电阻 OK,这两个电阻所看到的电流 好,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带进去 一个式子,一个位置数 那这个位置数叫做Voc 所以我们马上把Voc解出来呢,是-6伏 好了,第一个Voc搞定了以后呢 紧接着我们看,我们把这一端的Voc 紧接着我把这一边呢,短路起来 A、B之间用一条线给接起来 一接起来了以后,我们看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这边一接起来了以后呢 那么这一边是一个短路的 那么IX'在这一段,刚刚我们看到了 IX是这个2K跟我的一个短路的接在一起 上面有一个2K的电阻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有东西没有电阻,有东西有电阻 电会走哪里?电很聪明 电一定走没有电阻的方向 就好像有捷径,有一条绕路 你要走哪里?我一定走捷径 是一样的道理 电一定走这条捷径下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2K欧姆的电阻器上 完全没有电阻 因此IX'等于0 IX'等于0的话 这一边也 这个电压源也挂0了 也挂0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那这个电路呢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1K 2K 一个1K跟2K的并联 那么2K并联 然后请问这样子的电路上面 这个电流是多少?电流一定从正端出去 复转回来 所以我们画ISC如果是A到B的话 一定是方向相反 那么电流是多少呢?就12V 除以这个1K跟2K的并联 刚好是2K会得到-18mA 表示电流正确的方向值 从B到A 好了 有了开路电压-6 有了短路电流 那么好了 那带维宁等效电阻就出来了 带维宁等效电阻开路电压 除上短路电阻会得到 刚好是0.33kΩ 那么好 0.33kΩ的话 刚才开路电压是-6V在这里 电阻有了 我们把AB端的电路再接回去 这边有一个EK 这边有一个EK 马上我们带进去算一算 就马上我们最后在EK上面的 压降是多少 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就更好是负的7分之18V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 这个题就是我们出现在 我看一下 这一题是出现在 192页到193页的这个电路图 我们把它剪出来了 好 紧接着看193页的范例 5-12图出现在194页 还要利用带维宁定路来求5-14A电路中的V零值 要求这边的V零值是多少 电路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好 那我们做的电路V零值 首先一样 我们把这一刀切下去 算这个6kΩ上面的开路电压是多少 那这边电压值可以等于呢 这一个剩下电路的 那就是这两个回路所构成的电路 那VoC呢 我们可以看做的 VoC电压值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呢 I1 负I1 在负I1 VoC电压点 因为I1是从正到负 应该说的 I1乘2K 这个压降再加上3伏特 那就构成了VoC了 OK 那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电阻 这边的压降再加上3伏特 就是VoC了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 首先这个电路上面的I1 这个上面这个回圈呢 就是这个相依电流源的 电流的大小 这个相依电流源是VX'出上2000 VX'是这一个 VX'等于这个4KΩ的电阻上面的压降 OK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回圈 有一个两个mA不用求了 好 那么我们紧接着看一下呢 那么这个中眼的VX'上面的电压 是多少呢 一定是I1-I2 除上了4K OK 因为I1-I2 得到的是电流在乘上4K 我讲错了 好 那么我们马上知道呢 I1等于刚才前面告诉我 就是VX'除以2000 减掉两个mA乘上4K 那个马上可以算得出来 VX'等于8伏特 VX8伏特以后呢 我们把I1除上2000了 就是I1等于4个mA 那4个mA呢 再乘上2K 那这边就是8伏特 8伏特再加3伏特 所以开路电压就是11伏特 求出来了 OK 因此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紧接着求它的短路电流 在这个地方 这个短路电流的话呢 这个电路呢 我们可以呢 因为这边一短路以后呢 我们可以重新划过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可以把这边的再折过去 等于说呢 我们可以重新划过 因为这时候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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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一点呢 通通连在一起 OK 通通连在一起 相当于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这一点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呢 就是三伏特就是这一点 OK 短路回去以后 那么 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 这一点在 这一点在 那么这一个电流源 等于在这一点 OK 那么2K的地方在这 2K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过呢 2K的I3呢 等于在这一点 好 那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让你看不懂 也没有关系 直接看这个地方 就可以大致可以理解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时候以这一点来看的话 对于这个节点而言呢 三段电流和等于0 第一段电流呢 就是 VX除上 VX除上4K 流进来的电流 流进来 因为它是正超负 流进来电流 OK 流进来的电流 所以这边是负的 然后呢 等于呢 流进来的电流 给算出来是巴伏特 那这个巴伏特 求出来了以后呢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那个 巴伏特 那么 另外的话 我们这个巴伏特 出来了以后 这一点的电压 VXW'是巴伏特 这个是巴伏特的话 那么我们紧接着看一下 i3 这个是巴伏特的话 那么请问一下 那么这一个 i3 这个电流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 假设 这边是 以这个回旋来看的话 这边是 假设 这边接地 这边就是3V 3V往上去 这个地方兜圈回来 所以对于i3而言 i3的电流是多少呢 就是3V除上2K 因此呢 对于这一个点来看的话 是往上的电流 i3等于1.5mA OK 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短路电流 那这个电流总共多少呢 当然就是这段电流 加上1.5 就是我的短路电流 就是我的短路电流 刚才已经知道了 这个VX Double Prime是8V 8V除上了2,000 这个电流是 这个电流 8V除上2,000 那这个电流是4个mA 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也求过 这边是1.5 因此总共的短路电流是5.5mA 也就是1分之1的mA 因此短路电流有了 开路电压也有了 那么因此VOC组长ISC 马上给解出来 带文林等效电阻就是2K 好 刚才我们知道了 开路电压11伏在这里 2K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带文林等效电阻 再把我原来的负载上面的6K再加回去 那请问我在负载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用分压经历就可以求出来了 是4分之33 4分之33伏 用心算一下大概是8.25伏特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在这个地方 好 紧接着这个是大概这一章里面的 这一章里面的比较复杂 它也比较难搞的这一道题目 在194月到196月之间 好 这个电路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我刚看就很头痛 因为总共1234 有4个回路 同时呢 有一个相依电压源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要求呢 这个1KΩ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我们也是要准备用带文林电路 带文林电理就好了 来去求它的这个等效电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 这个电路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左边的这个两个mA的电流源 跟右手边这一个两边的 一个串流4K的电压源 串流1KΩ呢 这个两个可以combine一起 我们现在两边先重叠起来呢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先看的这一边的起来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电路直接简化掉 因为这个电路呢 2K 这两个mA 所有的K分之2 就是两个mA的意思 在这边的压降上面呢 就是这边的压降上面 就相当于2V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呢 到这个地方可以看作是一个2V 这个2mA的电流可以相当于一个2V的电压源 2加4就会变成6V 跟一个1KΩ 原来的EK在这个地方 好 因此我们首先把电流源跟电压源 首先化简成为 因此我们前面的电路 原来有1234 然后124个呢 现在就少掉了一个回圈 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要看一下呢 我们还是要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们还是要求这个V0是多少 或者Vout 都我们 It doesn't matter 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作 第一个 我们要想办法求它的开路电压 OK 再求短路电流 然后开路电压处于短路电流 我们就可以把带文灵等效电阻出来 有带文灵等效电阻出来 那带文灵等效电路就出来了 好 我们首先呢 把它做 把它开路 一开路了以后呢 这个电路就长成这样 注意到这个不接按了 OK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一个剩下的 这个当作一个超级节点 好 超级节点呢 那么开路电压 就从V1到这一点之间的电压 就开路电压了 好 那这个电压 从先看V1 这一点的电压呢 是我们从这里到D的话 相当于 这边上面有一个2VX' 这下面有一个VX' 是总共呢 是3VX'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这个从V1到0的话 是3VX' 好 那么对于这个超级节点而言 一段电流 两段电流 三段电流 和加起来会等于0 OK 那么就是V1-6 因为它这个正端朝进来 所以V1-6除上EK 就是这段的电流 加上V1减掉2VX OK V1减掉2VX 就是这一端呢 就是呢 减掉2VX 其实就是代表这一点的 叫VX的意思啦 VX除上EK 就是这一段电流 再加 这段电流呢 这个是两段电流 然后再来呢 减掉2M的电流 进来为负嘛 或者因此等于呢 我们把等号放在右手边 就刚好等于K分色 就2M在这个地方 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一个试子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V1等于3VX带进来 V1-3V马上把VX'带进去 马上可以解出来 刚好是2V 那么V1这点就是6V了 好 6V以后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一边是6V了 这上面6V 那这点电压又是多少呢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6V 这个是2V OK 那2V呢 这时候的电流呢 从流进来2V 因此这一边的电流 这边减耗这边的电位 一定比较高 因为呢 还有一个2mA的电流流进来 2mA乘上EK 因此这一点的压降呢 一定比这一点的电压降高 高多少 高另外一个2V 这个是刚才你知道是6V了 这个是2V 那这一点呢 一定是4V 6.4V就来到 因此VoC呢 这一点的开路电压值就是2V 以这个电路来了 那这个搞定了以后呢 再看下面的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把它短路起来 OK 短路起来 短路起来以后呢 我们要看这个短路电流是多少 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一个地方呢 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OK 刚才前面的这个 这个V2这个电压是3Vx的 这个道理还是维持一样的 好 那么V2-6除以1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加上V2-2Vx 就是Vx'除以1k 就是这个地方就代表这一段的电流 这一段电流跟这一段电流 等于两个mA流进来的电流 好 那么也是一样 V2用3Vx'这个double'意思代表 这个是针对这个短路电流所看到的 应该Vx'等于两伏特 那这点是两伏特的话 上面V2就是6伏特 好 这一点是6伏特 这一边就没有电流流过来 OK 没有电流会流的过来 OK 因为6伏特朝他 6伏特朝他 两边就没有电流 这段电流等于0 然后紧接着这一段没有电流的话 我们看这个2伏特的话 我们看一下呢 那这边2伏特 那这一段电流是多少 这边是6 这边是 这一点的电流 那又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这个6伏特 这两伏特的话 这一边是4个 代表这边的电压差是4 代表是因此这段电流是4个mA流过来 OK 4个mA流过来 然后呢 那这个2个mA流进去 那这个电流是多少 就马上就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4个mA往这边走 2个mA流进来的意思 ISC2也是2个mA从这边进来 所以说 这个2个mA 4个mA出去 两边就进来 因此这一点的电流呢 就是2个mA在ISC2了 好 有了短路电流 有了开路电压 那这个就很容易做了 OK 2伏特是我开路电压 代表您点下的电阻是多少呢 就是开路电压除上短路电流 OK 这是ISC就打错了 刚好是1k 那1k以后呢 那请问这个V0是多少 那就是1伏特 那这个题目呢 就很简单了 一大堆呢 就轻舟已过万从山 就整个就出来了 好 这个一出来以后呢 下面有一个学习评量 15.5 大家留意一下 OK 我这边又忘了做投影片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在 做了这个会了以后呢 我们看范例5-14 范例5-14呢 是一个 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电路 12伏在这里 2mA在这里 要求这一点的V0 那当然做法有许多种 当然你可以用回路 用节点等等 那这边又介绍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戴维宁电路 跟诺顿电路的互换 OK 那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 我们从左到右 OK 因为输出在右手边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串联的 我们可以换成诺顿并联电路 OK 那诺顿电流源是多少呢 就12除上3 就等于4个mA 等于4在这个地方 这是12除以3 然后呢 有一个3k的这个电阻呢 就会放在跟6k并联在一起的位置上 这两个3k跟6k并联的话 刚好是2k就在这个地方 因此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呢 就会简化成一个元件不见了 OK 再讲一遍 我们把这一个串联电路 电压跟电阻的串联电路 变成电流源跟电阻的并联电路 电阻值不变 电阻值不变 但电流源是电压除上电阻的值 所以12除以3k是4mA 这时候3k跟6k并联得到了2k在这个地方 好 其他电路没有变化 好了 那我们4k 4个mA 再用诺顿跟戴维宁的互换 4mA跟2k在这个地方的意思 我们可以另外把并联的换成了串联 那电压源是多少呢 就是8个mA在这里 2k搬上去 也就是变成了像这样子了 好 再简化成8k跟4k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这个8k跟4k呢 紧接着再把这个串联变成了并联 把4k搬成了南北向 讲成南北向好了 4k搬它在这个地方来 好 这个8除以4是2mA 跟这个2mA呢 两个可以合并 因为它这个是并联的时候呢 电流源相加2加2 就4mA在这里 然后4k在这里 然后44再16又把这个呢 换成了电压 我们回到前面的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44就是16伏色的电压源 然后呢4k搬上去 4k 4k 8k 我们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呢 那这个呢是16的 这个是8k 然后上面的8k在这里 因此呢最后 final的你的答案就是8伏特 8伏特总共的电流 上面电流多少呢 i0就是 因为总共的电流是 4加4加8 总共是16 那么电压源是16 那么最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 i0就是1mA 好 紧接着我们看 下面的 第这个 5支 5支3的最后 就是戴文林跟诺顿定律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 与绝点 与回路分析法 这个诺顿定律 并不能够简化解析的步骤 那定律真正价值是 了解了电路的物理本质 就是说什么 我们可以了解到 电路呢 可以用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把一个 载幅拿的系统 都可以用 这种定律 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相对简单的 容易理解的 电路 这个就是我们 戴文林跟诺顿 这两个定律的最大价值 我们可以把一简化以后呢 让大家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使得 所以使得呢 那这个理解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很多从事 所谓的电器工作的人 往往都没有 不见得有大学毕业 那么也甚至都连高中毕业都没有 但是他们继续从事这样工作 我们要让他们能够理解的话 我们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 就是让他们了解 那么戴文林电路跟诺顿电路就是可以 最简单的一个媒介的工具 让他们很轻易的了解到 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价值吧 接着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多少节了 OK 第202页5.4节 最大功率传输 最大功率传输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假设这个电路长成这样子 一个很简单的 电压源V 一个旁边有个电阻R 加串链一个你的负载RL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负载上面的功率是多少 功率等于I平方乘上 那个负载的电阻RL OK I呢我们可以是用分压定律 就是全部的电阻当分母 然后用电压去除 V除上R 加上RL OK 那么这代表你的I OK 那个当作分母 那只要I平方乘上RL 就是你的功率 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问一下 什么这个功率呢 什么时候最大 就是我们把功率对负载RL 去做微分 微分的时候呢 它的等于0 就有最大值或最小值 OK 那我们今天等于0来看的话 那等于0一解出来的时候 就发觉如果这个等于0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上面这个必须等于0 什么时候等于0呢 就是当RL等于R的时候呢 有最大值 OK 那这个等于最大值是多少呢 我们马上也可以算得出来 也就是大概功率的一半吧 换句话说 这两个电阻一样大 那么功率多少呢 就是各百分之五十 好 这个百分之五十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电路上面 会得到一个最大的功率在上面 OK 那么最大功率上面呢 功率可以说 那么它的两个功率会是最大的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电路 OK 也是一样 为什么时候呢 功率会最大 R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功率也就是问 它的代文灵等效电阻是多大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代文灵等效电阻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看的 好 第一个呢 第二个呢 要问它的功率是多少 那功率多少 我们势必要知道这两边的开路电压是多少 好 我们首先呢 先看呢 它的开路电压是 首先把这边拉掉 就看 直接看这两边的开路电压 那开路电压马上 好 然后这里面的开路电压呢 是等于4K乘上I1 再加上6K乘上I2 就是VOC了 好 I1已经不用92mA 好 那么I2呢 这个回圈的话 3K有I1-I2 OK Sorry 这第二个是I2-I1 加上6Ki2 这个 然后 这个加3 正端朝向进来的方向 等于0 那么马上解的出来 因为I1 2mA带到第二个实质 I1-I2 就是等于0.3mA 解出来了 0.3mA以后 那 那么 这一边呢 那0.3呢 乘上了 那么马上算一算了 3 这个力 这个是24的8 这个是 这个呢 是刚好2伏特 所以8加2 所以VOC就是10伏特 OK 10伏特解出来以后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 它的代为0等效电阻是多少 怎么求呢 我们把电流源开路 这个不见了 电压源短路 等于是说我要求这一边 这一个的电阻是多少 那这一个马上算得出来 3跟6的并连是2 2加4是6 因此呢 我们马上算得出来呢 它的代为0等效电阻是6k 10伏特 6k OK 然后最大功率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当负载跟6k相等的时候 我们有最大的功率 功率多少呢 就10伏特 除上全部的电阻的平方 再乘上6k 就得到将近6分之25 4又6分之1 这个mW 就可以求出来了 好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林剑老师用这个 用这个Tina去模拟 Tina有没有用 Tina有一个瓦特计 这个瓦特计的用法就是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我 这里面瓦特计总共有4条线 在这个地方 OK 有一端线比较粗的 这一端是接你的电流要走的方向 这一端要粗的电流要点 从这边过 OK 电流从这边过 另外有两边比较细的呢 去读它的电压 有电压有电流 它就直接把你功率算出来 好 紧接着我把我的这一个负载的电阻 当做一个变数 从0到60k OK 我们看一下呢 输出功率是多少 刚才我们马上算了出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马上得到什么时候最大呢 当这个R等于6k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呢 有最大的功率 输出功率多少 4.17mW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马上可以算 当换句话说 这两个电阻相同的时候 有最大的功率 OK 那这个效率多少 百分之五十 换句话说 这个相当的效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如果电力公司卖你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电力公司 就是不赚钱了 是 OK 好 我们看紧接着看下面 好 那么要求一下 这件紧接的 好 这一个呢 要求一个 这个有电路上面 有一个相依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 要求他的最大功率转移时的时候的 的最大功率 跟他的RN的时候是多少 好 那这个电路怎么做呢 这个电路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这个地方就是要求他的 戴维林等效电阻 戴维林等效电阻 我们的求法 当然 当然 我们可以先求他的开路电压 这边 左边一刀切下去 好 这边一刀切下去 就求他的戴维林开路电压 开路电压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把 这一个地方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好 这个是VOC 正端槽 这边是要减了 减2000 IX' 就是这一个 然后除上了4K 1K加3K 代表了这段的电流 OK 加上负的 这个量 仅仅应该是减了 4个mA 再加上这个VOC 除以2K 这段电流 三段电流和加起来等于0 那其中的IX'这个东西呢 相当于VOC除上2K 对 这个除上等于这段电流 OK 那么马上解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马上解出来 把这个地方用VOC带进去 那VOC就出来了 刚好是8伏特 先把8伏特系起来 这边开路电压是8伏特 那第二个呢 我把这段转路起来 看它的转路电流 转路起来 求转路电流 一转路以后 哇 这一段电流跟一个2K两边去比赛 这段电流就死过要了 IX'等于0 IX'等于0的话 这边也等于0在这里 好 那么好 统统一统江山 就从这里到转路电流 就在这个地方 4mA 左边是4KΩ 右边是短路 4mA 乖乖的走右边过来 所以短路电流就是 4mA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开路电压是8伏特 短路电流4mA 那么代文银等效电阻就是2K 因此我们把电路呢 画出来2K 再加上刚才减掉的4K 加上我们的负载全部呢 好 那请问呢 这个RL要多少呢 就是剩下的这个电路2K加4K 那RL等于6K的时候呢 有最大的功率转移 因此呢 RL多少等于6K 好 6K以后呢 那总共的6K 6K总共是12K 它的开路电压8伏特 8伏特除以12K 得到了它的电流的 再加上它平方 再加上6K 因此功率就算出来 是2.66mW OK 那么这个题呢 就是在各位的 202页到203页的 这一道题目 好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 哎 这一道下面那道题目 老师就给它 哎 这道 哎 这道题目呢 说错了 这应该是车 20 我说错了 这是203页到204页的题目 好 那么25至18 老师给它跳过去了 那紧接着我们看55 利用电路图记录来做直流spice分析 这叫spice 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能源老师做的tina的电路呢 这是起源于在60到70年代 该时在做机体电路的时候呢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电脑程式工具 它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叫做spice spice我们知道呢 我们就用了胡椒这种香料叫做spice 它用一个比较好名的一个简易的名字 但是spice 确实有它原来的意义 代表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ze 是什么意思呢 simulation program 模拟程式 给什么用的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ze 强调于机体电路的模拟程式 好 这个原来的 这个电路不是给我们做这种什么电阻啦 电压器 原来是给模拟这个机体电路的 为什么模拟电路要 这个机体电路要模拟呢 因为在这里面呢 因为模拟电路没有办法 不是 机体电路没有办法用面包板做的出来 因为机体电路呢 当然是或者硬是 你无法做实验的 你怎么办呢 因为机体电路非常的小 好 你没有办法 而且呢 里面的电路呢 构造又相当的复杂 没有一个那么大的面包板 OK 把所有的东西融纳进去 OK 融纳了进去 OK 一个简单的 最简单的运算放大器 林建老师模拟过 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 上面已经有14颗电轻器了 可以塞在一个巴掌大的 一个巴掌大的这个面包板上面 这还是一个最简单的 OK 那如果稍微复杂了 用到几十个几百个电晶体 你不错 你光这个要去用面包板 要兜到那么大的面包板 本身就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呢 因此呢 唯一没有办法能够去 检验这个电路方法 只有靠的是模拟的程式 OK 它是一种电路模拟的程式 那模拟最重要的是 模拟检测电路的连接功能 完整性去预测电路的行为 它主要用在类比电路 跟混合电路的模拟 那原先发展为了模拟电路 热终的机体电路 当然现在我们也 现在拿来用来模拟 我们现在的电路 当然是恰恰好而已 OK 那1975年的California Berkeley OK Donard Patterson 在电子学实验室 研究实验室 首先建立起来 一开始用Fortran 撰写 第三代以后改成C元来写 那早期是为文字界面 现在大家都以图形界面为主 那么当然 现在大学里面呢 紧接着就有商业化的产品 例如说我们的Tina Orcade MultiSIM等等 那么电路设计呢 测试跟制造呢 结合变成一贯作业化的电路软体 电路软体 我们称为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简称EDA OK 我们等一下还会多介绍 好 那么业界使用的大概都用Orcade 当然有个人的版本 PSPICE 这个里面注意到 有个人的版本 那PSPICE也有出学生版 叫PSPICE Student 9.1 但这个版本无法相容于WIN7 当然WIN11 当然就没有办法了 那这个里面是付费的版本 那有没有免费的 当然有 Tina TI LTSPICE MultiSIM Blue OK 那为什么它会免费的话呢 这个是有大公司在支持 OK Tina TI TI是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的公司 MultiSIM MultiSIM是这个叫做MAUS 有一家公司叫做MAUS 做电子材料的经销商 他也做这个地方 那当然还有这个是 我们所说的免费版本 另外也有说一个阳春版 阳春版是什么呢 这个版本就是说 我把它的比较复杂的版本 复杂的要付费的版本 再去功能再做删减 删减出来就变成了免费版本 注意到他们还是免费的 Peace by Light 或者Eagle 当然也有付费版本 付费版本 我们章话师大物理系 有一个Tina 5.3 10年前 应该有15年前了 章话师用的细索版 5.3 当初买大概是10万块左右吧 这个版本呢 当然功能到以现在来看 非常的阳春 但是幸运的是 在WINs上面还能跑 OK 虽然那个是 一开始用在WIN 我不搞了是2000吧 还是 XP时代的最早第一代版本 那现在还能继续使用 当然你这个版本上面 只能做分析 只能做模拟 但是它没有办法设计PCB电路图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买它的 比这个学生版 Tina 10的学生版 49欧元 你可以download下来 你就用信用卡付费 那么 Martisim Martisim的话 它也有它的学生版 可以拿学生证 只要学生证的话 付费70块美金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那这个学生版跟正式版 基本上是功能一样的 OK 那么 这个在学生里面 这样子有学生的证明 他们基本上都OK 那么对于业界 拿到业界里面 对不起 你就不能用这个版本了 因为人家会来检查 你用没有什么版本 那业界对不起 就不便宜 Martisim大概是 我记得是3万5吧 这个Tina 10大概也是 万元起跳 几万块跑不掉 也是单一授权 单一授权 单一电脑 那你有好多部电脑 对不起 那个价钱就是天价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 人家老师用的这个 5-26 用Tina画出来 然后 例如说这个电路上面 要看这个上面的 把这个3K当作我的负载 然后把这个电路简化起来的步骤 第一个量出短路电流 第二个量出开路电压 那么两个相处以后 就把它带回电等效电阻出来了 开路电压 放到这边 就可以把剩下的接回去 那我们主要阵定出来就是 原来的负载电压6.75 那这边还是6.75 那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了 诺顿等效电路 那么把这个电影流源 跟EK这两个 那么我们把它 并联也释样得到相同的结果 好 这个是范例5-19 也就是在各位课本 多少也让我看一下 这个是在课本的218页 那个图5.46 那个电路图 在TNR上画出来的结果 虽然长得有点不大一样 但基本上也有大一 那课本上 这边所量出来的数据呢 基本上跟课本上5-17是一模一样 好 那就代表了我们如何利用 嗯 模拟软体去模拟 嗯 我们想要的数据 OK 同时呢 这个是范例5-21的 那个上面的 5-21的上面这个里面的 有总共有6个回路 回圈的电路上面 其中包括了两个 相依的圆 相依 那个 一个是电压圆 一个是电流圆的 一点 那我们也是利用 嗯 TNR上面来给它模拟出来 OK 那么这也是我们得到 我们要的模拟数据 基本上 那数据也是非常的相接近 我们要的数值 好 这里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模拟软体的功能 它能够帮助我们 嗯 很快的寻求到 我们要的正确档案 在我们在组织和电路的时候呢 当作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好 下面呢 就是一个有趣的 呃 范例 他们是应用范例 在222页的 说有一个Cony Co-Aid 它当时Cony的名字是假的名字 Co-Aid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女的大学生 Co-Aid 这原字是Co-Education 因为美国原来的大学 通常只收男生或是女生 如果男生女生都收到 叫Co-Education 因此简称Co-Aid 就是 呃 在那些男女合校的女生 OK 康尼的名字也是女生的 她发觉她的手 她在打电脑的时候 发觉到她的滑鼠不会动了 因此呢 拆开来再检查一下 她电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觉到那电路呢 里面呢 是一个有一个OP运车 有放大器跟电阻 好 她想如何利用一个 1K电阻跟一个伏特计 来把这个电路的等效电路 跟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 给决定出来 好 她怎么做呢 我们看下面的图 首先呢 她右手边 她什么都不接的时候 先拿电表伏特计量出来 如果我接上电源的时候 那个电路上的开路电 开路的电压是2.4V 紧接的 我接上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以后 再量变成0.8V 那0.8V呢 利用这两道的话 你也量出2.4V的话 我们就已经决定出了 这应该是开路电压嘛 那就戴维林等效电压元 就是2.4V 那这个电阻是多大呢 这个电阻有多大呢 那其实因为这边是0.8V的话 那我们用分压器的反推 这个推的出来 就是0.8V等于 戴维林等效电压乘上 全部的电阻当分母 1K当作分子 等于0.8V 那么1K1K 那么RTH是2.0 那从 因此她回报 她的厂商说 我的等效电阻是2.0 那么厂商就可以知道 因为厂商 马上从资料里面 就可以知道 它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如果2.0 是否合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学戴维林等效电路 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 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而且很快能够找到 寻求我们的答案 那当然 我们看到的 新版的Tina 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这是以往的 所谓的 模拟软体所不具备的 例如说Tina的5.3版 它只告诉你要的数据而已 但新版的功能 它有一些新的功能 最其中最 最让人注意得到的 就是它能够制作 印刷电路版的数据档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会是从电桥电路 会是从电桥电路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电路上面呢 原来这个电路上面呢 我们有电压源 有四个电阻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就可能要外接 一个电表在这里 我们先用一个电表 再取代在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呢 那这个电路我们在 Tina上面画 没有太大的问题 Tina新版有另外一个功能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把 这个在印刷电路版上 这个电路要怎么样去布局 我们叫做Layout 中文叫Layout 其实中文 英文叫Layout 中文叫做布局 好,布局的意思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电路呢 呈现在电路图的画法 跟在印刷版的画法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图所看到的是所谓的 印刷电路版 就是在一个印刷电路上 所画出的结果是这样子 它更进一步的 它能够产生一个 3D的影像图 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制作之前 先看到这个图 看起来合理不合理 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那这个就帮助各位呢 就提供了一个 所谓视觉辅助的功能 到你在还没有真正的制作 在印刷电路版之前呢 然后真正的了解到 你未来做好的时候 长得什么样子 那当然做完了以后呢 它能够有一个 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日后呢 做的时候呢 减少你错误的机会 好,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